在第20届第一次定期会议程中 先愿林芳瑜针对停车收费问题提出建言 林议员表示 南投县各乡镇市陆续都在试办路边停车收费 普里镇为观光重症 每到假日几个观光景点 因为占用导致游客停车位移位难求 因此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紧速地来落实路边停车收费 改善普里镇因为停车而衍生的交通问题 在停车的这个问题其实在不单单只是南投市 我相信南投各个地方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空间的不足规划的不足 还有我们真正的是停车的这个问题 出现了一个交通的乱象 到处可以看得见 包括了我们埔里的市区还有郊区 包括了我们的占用 人行道的这个占用 南投市在我们之前也一再的关心这个议题 就是停车的问题 希望者能够使用者互惠 其实这个大家都认同的 民众也一起期许到 大家都知道南投县现在可以说是观光的一个景点 到处都是一样 每到假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到的就是车水马龙 从我们国道6号下来之后 就形成一个大塞车 市区也一样 平日也一样 当然车证进来之后 所出现的也是一个停车的这个问题 包括了我们市区的几个热点 民众积极也在反映 是不是说能够尽快的实施路边停车 还有一些热点的这个停车空间 让这些车子不至于占用 现在积极 积极正已经开始了 七月份 四半八月份开始实施 我相信南投县 陆陆续续 诚如刚才县长所说的 陆陆续续会来办理 我们也期待说能够解决我们交通的这个乱象 南投县近几年来积极的发展 但首要解决的还是停车问题 县远林芳瑜就表示 清静地区是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的热点 但是往往每到旅游忘记 停车位就以为难求 并且相较于平地地区 山区停车规划不好就有可能造成违宪 因此也希望许县长以及县府团队 能够好好的来做规划 帮助地方观光发展能够更好的来推广 刚才所提到的就是 停车的问题其实在清静是蛮严重的 每到假日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味难求 包括路边你不叫他们违规停车的话 他们没地方停 他们真的没有停车的空间可以停 所以有时候我们上到清静 上到高山真的是一味难求 所以相对的意愿也会减低 所以刻不容缓的我们清静 局长请坐 我想请教一下县长 对于清静的这一个停车空间 我们该我不知道说我们新的团队会怎么去规划 这一个停车的空间 因为说实在的在我们平地上还好 但是在高山上说实在的没有一个安全的停车空间 对于我们的这个观光大县要推展观光 说实在是有困难的 南投县政府陆续在民间竹山草屯等乡镇规划共荣公园 尤其已经完成的民间亲子公园 每到假日总是人潮满满 对此县越林芳瑜也希望除了已经规划好的地区之外 其他的乡镇市是否有机会规划出规模不大 但是能够满足地方需求以及展现地方特色的共荣公园 让县民都能够有好的休闲空间 2021年我们启用了民间亲子生态园区 在2022年积极的军石 积极镇的军石公园转型为积极镇的手作共荣室的特色公园 2022年年底的时候开工的竹梦亲子公园 更是竹山地区手作的大型的亲子共荣室的这个公园 也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即将完工 迄今规划的设计跟施工中的福星及草屯亲子的这个共荣公园 工程也陆陆续续积极的在进行当中 我相信可以提供给县民一个悠闲的休憩空间 但是民间厢这也是民间厢第一座的特色公园完成后 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在假日的时候平日的时候都可以看得见 大人带着小孩子开心的在利用油气的空间 但是在国庆虽然目前规划的话 在我们的桥耸云天的桥下有一个比较规模小的 这个类似共荣性的这个公园 但是仁爱地区却没有一个特色的亲子公园 或共荣式的融合式的这个公园 当然希望说能够因地方的需求 地方的特色下去规划一个小型的也没关系 利用几百万的这个经费找出地方的特色 地方所喜欢的游戏方式 不一定说要用共荣的方式 共荣的公园一栋的经费要好几千万 如果说能够在地方上设置一个比较稍聚规模 又有特色的这个公园 我相信依照年龄 依照不同年龄 不同的游戏器材去规划他们所需要的 我相信会更受地方的欢迎 林芳宇议员表示 因应人口老化 其实共荣公园的规划可以效仿欧美国家 针对老人健康处境考量 在共荣公园内也能够设置一些 能够让老人活动筋骨的器材 希望县府建设处可以研绎 让共荣公园不只是小孩 也能够让长辈在公园内运动发挥共荣公园的功能 在推动共荣市公园的这个特色公园的这个阶段 人口老化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在这里 在我们国外 它已经有针对老人下去设计 一个适合老人的一个户外空间 那么我想请教 我想请教 那一下我们在规划方面应该是属于建设处吧 我想请教一下建设处长 虽然说来到南投不久 不是很长的一个时间 但是我相信你的专业是无缝接轨的 我想听听一下 因为毕竟你是从我们六都过来的 应该有不同的建地 不知道说你对于这种的方式 对于人口老化 适合老年人所使用的这些活动 休闲的空间有什么建议 那么我们南投县 适不适合去规划这方面 因为在西班牙的公园里 都会为了这些引法族 打造一个认知游戏 以及健身的这些设施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朝这个方向下去做规划 埔里琵琶溪是埔里重要的区域排水 但目前现况 心内有非常茂盛的植物 并且也有民众反应 河水有倒灌的问题 因此希望县府针对琵琶溪清淤部分 能够去了解情况 有必要清淤请紧述来进行 照理讲应该那部挖土机 会是做清淤的这一个动作 但是一直迟迟都等不到 都还是停在那边 这一个就是它几个核段的 这一个现况的照片 为什么会跟我们处长所提供给我的照片 有这么大的落差 我们是怕说 没错它中段一直到后半段 一直都有在做水环境 还有做一个我们这一个 护体的加固工程 在这一个部分 本期也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常态性的 这一个清淤的工作 以免说这么茂盛的水上生物整个覆盖掉 我们的河面 等到汛起来时 是不是会造成另外一波的伤害 因为之前附近的居民会反映河水倒灌的这一个问题 是不是说因为水生物的覆盖 影响了水流 所以到时说 我们这些脏水 这些河水倒灌进了我们的民宅 这一个部分希望说 县府有责任去做了解 去做辅导 去做协助 在上届定期会中 林芳于议员曾经提案将预息路拓宽 因为预息路是普里镇东角连外的主要道路 不仅是假日平时车辆往来非常多 而目前水环境计划已经接近预息路 因此也建议县府 是否趁着水环境改善计划当下 争取经费来将预息路拓宽 改善预息路的交通环境 本期之前 在上一届的这一个会议当中 本期相当关心的就是在后面 这一个琵琶溪后面的预息路 预息路通往我们南环路的这一个地方 这一段可以说是一个交通相当繁忙 拥挤 平常的时候就已经车辆繁多 尤其是我们的假日的时候 车子都会回堵在那一个路段 可以说是那一个路段相当的需要 因为它的路面宽不够 所以本期之前也建议说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县府能够支持一部分的经费 来扩宽这个路段 到目前为止 之前也跟公所有做了一个沟通 公所的意思也是说他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区段 一个区段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的这一个水环境的改造 是不是说到了那一个已经接近了 协助地方把这个路段来扩宽 真的是有必要 有空的话可以去走一下 嫌疑员林芳瑜针对南投县人口老化越来越严重 但是对于外籍看护申请需要一时来评估 还有许多年纪不大 但是确实需要外籍看护照顾的民众 很难申请到外籍看护 虽然县府有传席服务等服务政策 但是全天候的看护 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这些家庭减轻负担 因此也希望相关单位 在申请看护的部分能够有更便明的措施 当然其中需要照顾的长者越来越多 不畏乎失智失能还有身心障碍的这一个部分 专家学者还有我们的前的副署长 卫生署的副署长 他也建议说 是不是应该回到长照的外劳的申请 外籍看护的申请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机制回归到市场的机制 因应市场所需要的 不要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申请一个外劳 最主要的就是要经过我们医院的巴士量表 为什么我们的申请手续 我们需不需要只有家属最知道 为什么会由医师来决定 我们到底该不该应不应该去申请 当然就像本期一样 本期家中有八九十岁的父母 这一个在巴士量表上当然比较没问题 但是相对的有许许多多五六十岁的 他们到达不到这个年龄 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真的是很糟糕的时候 需要外劳来协助 需要一些社会资源 当然我们卫生局这边有一些的喘息服务 在社会处这边 社劳处这边也有相关的资源的一些政策 但是还是远远不及 所以说在这里 当然啦 我们本期也是希望说建议说 呼吁我们在这个长照的这个部分 在申请看护的这个部分 能够有一个更便明的这个措施 在第二十届第一次定期会议程中 嫌疑员林芳瑜针对停车收费 打造签止工容公园 琵琶溪整治以及预席路拓宽 外籍看护申请是否能够更便明等问题 提出建言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检讨改善 保障献民的权益 林芸新闻 陈伟一 专题采访报道